一隻顧骨食心的怪顏, 一粒內力神秘的寶珠, 繼續引發這一段離奇曲折的地底奇談故事。 音效廣播小書, 鬼吹燈第二部支, 龍嶺民屈, 林敬言正哀狂。 就在那一團, 龍得像麥汁那樣的黑色怪物, 就來逼近他們三個人身前的時候, 原來已經貼紮著墓牆的自顧手, 突然覺得身邊一梁碰到一件事, 打側頭一看, 原來正是墓室上的一盞燈, 這盞燈的位置原本是應該放在棺角頂上, 掛著長明燈。 現在墓墓裡並沒有棺角, 所以墓壁上面陷的是一盞空燈。 以謝姑秀和鳥陳長老, 對墓墓裡的機關擺設這麼熟悉, 一眼就提出這盞燈的位置很有問題。 依照上來, 長明燈應該是三尺三寸的位置, 而這盞燈的高度顯然低一點。 而且雖然只是低了半寸, 但角度又稍微向下傾斜, 這樣講明, 這個肯定是一個機關的開關, 照將燈台向上一推, 整面墓墻就會即時反轉, 打開墓室後面的墨室。 這個墓室受得這麼隱備, 應該就是主墓裡面的插角。 這個所謂的插角, 是要來放這個墳墓主人最重要的陪葬品。 就算古墓被杜墓賊乾固, 這個墓室的名氣也不容易被杜墓賊發展。 謝姑少這個人一向膽大包天, 所以一發現他們逃生通道, 忍不住, 就出聲嚇嚇那個楊臣虎, 跟他開玩笑。 但是見到他, 靈死不屈, 在死亡面前, 都不肯捨棄對上帝的信仰, 心裡面, 對他的虔誠都非常佩服, 反而就不忍心再騙他。 於是, 眼看著龍墓向著自己越逼越近, 他馬上將他站燈向上一推。 果然, 三個人背後貼著這個廣面牆壁, 真是向後反了過去, 石壁之上塵土飛揚。 在牆壁, 是一間只有兩丈幾乎的小屋子, 帶著機關的活動場一轉, 將那座管理蹦在牆壁的千手剋佛, 以及躺在牆壁的白骨, 一齊都捲入來。 這間插角, 不是好像外面的墓室有這麼多珍奇寶貝。 在中間, 只有一隻上了鎖的寶箱。 這姑少都來不及仔細看, 就馬上撬開墓室的地磚, 將下面的泥土抹在機關蟲的垃圾上面, 鏡著外面的黑色陶煙, 會在牆壁那裡滲進來。 而且, 他又發現, 這間插角地下的土質相對比較鬆軟。 他又把握, 就算外面出不去, 一個時辰之內, 他都可以打個渡洞出去。 這裏的空氣絕對可以支撐這麼長時間。 這位中國的和尚老先生, 我想問你, 你可不覺得外面那層墓好像有點怪怪的? 它裏面不僅有怪聲, 而且, 它越聚集, 就越像一個人影, 甚至好像地下那磚千手千眼的怪佛像。 你說這層墓究竟是…… 阿彌陀法, 未轉千手黑佛, 那是古人供奉的邪神, 專門負責操縱黑暗, 順逢這個暗黑佛的邪教, 在唐朝末年, 早就被官府削滅。 想不到, 在西夏皇宮之中, 還藏了一尊。 你轉黑佛的原料, 可能是古波斯的芙蓉。 傳說, 這種芙蓉是很罕見的一種怪蛇, 它的名裏面雖然有玉這個字, 但是不是蛹。 總之, 任何人一旦碰到芙蓉, 眨眼之間就會全身皮焦肉爛, 內臟全部都化成濃水, 只剩下一副骨架。 而死者的亡靈, 還會依附在暗黑佛身上, 隱魂不散。 聽了鳥塵掌道的這番說話, 謝姑秀和託馬斯神父一起看看, 那尊不知道是什麼質地的暗黑佛, 和他身前的那句白骨, 大家都知道, 一陣無管凍起了。 師父, 只要你這樣說, 這句白骨, 可能是否以前是個中心的示威, 是他自己選擇留在藏寶裡頭, 然後摸個芙蓉, 然後就全身化為龍水, 只剩下這句白骨而死。 他之所以留在這樹, 目的就是為了守住藏寶洞裡的寶藏寶。 所以, 我們見到的那個黑色濃煙, 或者根本又不是毒煙, 而是有關附辱的傳說, 都只是一些乖以奇談, 從來都未得到的證實。 我想這時候, 都不要自心生暗鬼, 這句白骨上面有一串鎖匙, 而這個插角裡面, 就只是一個寶箱, 說不定鎖匙是可以打開寶箱。 既然, 這個寶箱可以放在 一個這麼隱秘的暗室裡頭, 那肯定就收起最重要的者, 說不定你要的鳳凰寶珠, 就是收起這女頭了。 剛才在情形緊張的時候, 大家都想著怎樣去逃脫性命, 所以幾乎都不記得了 鳳凰寶珠的這件事。 謝姑少, 現在聽到鳥陳長老一看, 忍不住自己的心情都緊了他上來, 他馬上進手, 在那一串白骨的手上, 拿過了這串鎖匙。 鳥陳長老為了, 讓他看清楚, 布箱裡面究竟有沒有其他機關, 他也點著著一支蠟燭, 借著蠟燭發出來的一點點光芒。 謝姑少已經看清楚, 布箱上面那個暗鎖的舊燭, 應該是沒有什麼機關的。 他拿出了一個串鎖匙, 選一選, 選出其中一條, 輕輕一拆一拎, 布箱打開了。 但是可惜, 裡面除了一塊, 黑滿那些古怪文字的一塊龜甲之外, 真是什麼都沒有。 鳳凰寶珠不是這書。 鳳凰寶珠不是這書。 我之前受到的情報是錯的, 錯的。 雖然謝姑少曾經也想過, 鳳凰寶珠可能根本就不在這個藏寶洞裡頭。 但是, 當事情的結局終於被他揭開的時候, 他依然忍不住, 覺得非常失落。 這個時候, 就好像冬天裡面被人兜頭淋了一盆冰水一樣, 由頭到腳, 都寒到入心入水呀! 寶珠! 鳳凰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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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躺在牆上面, 有一尊千手千眼的黑色怪佛, 每一隻怪手上面那隻眼, 都不知幾時, 已經全部抹開了, 三時之間, 這尊怪佛身上那幾百隻眼, 在黑暗之中,輕輕地斬下斬下, 好像正在主事戰這三個闖入床寶洞的伯草之下, 眼裏流露出來的都是幾邪惡又軟毒的氣色, 所謂這個千手千眼的佛像, 其實並不是在佛像上面, 真是有一千隻手和一千隻眼, 這個可能是浮玉製成的黑佛, 就像普通人那樣高大, 身後有幾十隻, 或者拿著奇異發起, 或者是黏著手腳的口臂, 只不過, 它全身上下就做了幾百隻眼, 這些眼原本是閉上的, 但是現在, 突然間全部都抹開了, 那些眼, 並沒有瞳孔, 但是, 就好像一隻隻都有生命一樣, 突然這樣慢慢主動, 但是我想, 你看看那些怪眼, 是什麼樣的, 它們什麼時候抹開了, 它們是眼, 還是是蟲啊, 閉加火, 閉加火啊, 廖陳長老雖然見多識光, 但是, 黑色附庸, 和暗黑佛像, 它真的從來都未親眼見過, 只聽過有關的傳說, 而且這兩樣東西, 已經很久沒有在人間之中出現過, 那些前輩, 亦都不知道, 所謂的附庸黑佛, 其實究竟裡面, 吻含著什麼秘密, 它通, 這座黑色的佛像裡面, 真是有死者, 不散開的亡靈, 那不是, 原本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佛像上面, 本來閉上眼, 怎會又好像有生命一樣, 抹開呢? 就在這個時候, 那個黑佛像, 幾百隻怪眼之中, 突然間, 無出一股股, 聞到好像, 要凝固一起的黑色武器, 這些黑色的武器, 漸漸漸漸, 在半空中, 形成一團, 借著蠟燭邊緣的光芒, 可以看到, 黑霧在不停的凝固之中, 漸漸, 就形成了尊無無糊的黑佛像, 這個時候, 剛剛咬過血的謝姑少, 也恢復了神智, 一見到, 突然之間, 不知道什麼事, 在這個插槽裡面, 也有這團這麼恐怖的黑霧, 這團在暗黑佛身上突然飆出來, 而且還在半空中, 形成像佛像那樣的人, 形成的黑霧, 究竟裏面是什麼來的呢? 它究竟像是一種毒煙, 也或, 也或就是, 真的好像傳說中那樣? 如果你不是親眼見到, 你又變得相信, 世間上, 真的有這麼怪異邪門的事。 魔鬼, 我知道你們都是地獄來的魔鬼, 我現在以上帝的名字, 我要用上帝的聖水, 將你們驅趕放在地獄裡面, 推開魔鬼, 魔鬼! 托馬斯神父, 在自己山島裡面, 掩出一種聖水, 拎開瓶蓋, 然後整瓶, 向著黑霧就撲過去。 這團好像龍脈那樣的黑霧, 本來移動得非常門慢, 見到有水撲過來, 居然很迅速地, 在中間裂開了個大洞, 托馬斯神父的聖水, 全部撲空楚, 穿過了黑霧的大洞, 就這樣灑在無塞的地下那裡。 而黑霧裂開的大洞, 剛剛好, 就在佛像龍脈的中間, 就好像這座暗黑佛佛影, 突然間抹開了個血盤僧靈的大口, 看到小小的狂笑一樣。 等對聖水一潑過,那個裂開的大洞很快又重新被黑霧填滿。 楊和尚,你的怪物似乎盼你的聖水,再盼多一次,再盼多一次,沒有了,我就是得這本准而已,我來陀伐,我伐何謀,未必就差過楊和尚的聖水。 鳥塵掌腦手上舉著佛珠,口裏念念有詞,跟著又全佛珠好像閃點打了出去,只不過那些佛珠打入了龍墓之中,沒有人看到任何反應,龍墓好像根本沒有任何感覺,又繼續向前迫近。 為什麼這麼怪呢?難道我們佛祖無鞭法力,果然比不上西洋聖水?這個,這個是個什麼世界呀?長老,避開,快點避開! 謝姑少見到,黑霧已經越迫越迷,但是那個鳥塵長老,突然間好像發小牛頭一樣,他馬上出力一樣, 將鳥塵長老,將鳥塵長老,向後一拉。 這團黑霧,既然是黎智哥團,用腐肉雕成的暗黑霧, 那給他碰到,就只有兩種可能,一種就好像那個白骨一樣,全身皮肉內重, 全部都腐爛到腐爛,發成洞水,剩一副骨架。 另外一種,就是這個黑霧裏面,好像鳥塵長老所說,一定是由陰雲作碎,一碰到生人。 這樣,你的人,就會被這個惡靈纏住。 無論是哪種的結果,你一定亦都會慘不可言。 這個時候,他們已經退到身後,退無可退,望著漸漸逼近的黑霧, 這故事知道,這次大限已到。 師父,第二次今日,阿雷恩師,真是白死難似其狗。 出家之人,早有尿斷生死,只不過是…… 你看,為何,為何這群黑霧不向我們逼近,反而靠近這支蠟燭呢? 我明白,我明白了,是蠟燭,是蠟燭引來這群黑霧。 沒錯,是蠟燭,是蠟燭。 這陣子,三個人都醒來了,初初進來古墓的時候, 這姑少用金剛扇上的輪光筒照明。 輪光發出的是冷光,所以根本沒有任何溫度。 自從入到古墓之後,一直都見到黑霧為止,身上的那副白骨, 他們都沒有發現有什麼異常。 只不過,退回去的時候,原本就在最後的托馬斯神父, 就變成了最行得前的那個人。 他當時為了照明,就是點著了謝姑少留給他的蠟燭。 結果,蠟燭點著之後,沒多久, 在他浴門下面的地道裏便採見了黑色的怪物。 眾人被這股黑色的怪物,避入出來那個避失這條躲避。 由一路直到鳥塵掌腦點著蠟燭,幫謝姑少照著那個寶箱的時候, 擱穿千手千眼的黑色佛像,才忽然間產生了變化, 在身上好像睜大眼,然後冒出一股苦的黑煙。 沒錯,一定是溫度。 雖然大家這個時候都不知道有什麼原理, 但是這些黑煙就像飛蛾破火一樣, 是被蠟燭上的溫度引出來的。 一定是霧塞的空氣,達到一定溫度之後, 它才會出現,而且必須有個足夠高的溫度。 如果不點著蠟燭火霸之類, 這股黑煙很可能根本都不會出現。 而且,它原本是處於一種沉睡的狀態, 只有被火燃的高溫,才可以將它們喊醒。 然後,他們就會將墓室裏面, 所有超過原本溫度的目標,全部消滅。 他們,才會重新地沉寂下去。 謝姑少等人一見到這樣的情景, 就是知道,黑煙裏面霧出的這股黑煙是吞沒了蠟燭之後, 就會馬上找到溫度稍微低過蠟燭的目標。 這個時候,在暗室裏面有溫度的, 除了那些三個人,還有誰呢? 其實,所謂的蠟燭,又叫著蟲燭, 最早是中東地區某一座山谷裏面被人發現。 這種蟲燭,本身有很多古怪的特性, 所以一直都被人當成一種很古怪的神秘物質。 古代人認為,這種其實是有生命, 有很多邪惡的靈魂依附在上面。 照在蟲蟲附近燒著火焰, 這樣它們就會散發出大量, 好像凝固一樣的黑色龍霧。 照這股龍霧經過的地方, 所有超過一定溫度的物質, 全部都被它附飾為龍水。 遠古時候一個邪教, 就是利用蟲蟲散發出來的黑霧, 會形成一個模糊的多手多臂的人形輪廓的特點。 將這個人形輪廓, 造成了一個多手多臂的法障, 就是現在的這個暗黑霧。 在他們的教義裡頭, 宣佈說黑暗最後一定會代替光明。 不過,自從這個邪教被剿滅之後, 從擁就很少再出現在世間, 一直到了十九世紀末。 從擁, 為什麼火焰一燃燒之後, 馬上就會釋放大量的龍煙? 而且, 它們還會用這麼殘忍的方式, 消滅那些有溫度的物質。 這個秘密, 在十九世紀末的時候, 還要被美國的科學家破解。 這麼蟲蟲身上, 為什麼會有這麼可怕的特性, 它們又如何將那些物質, 複色成為一灘龍水呢? 下一集, 我們會以挑答我。 就講到這裏, 欲知後事如何? 請繼續留意, 下一集。 一隻負不食心的怪眼, 一粒內力神秘的寶珠, 繼續, 引分這一段, 離奇曲折的地底奇談故事。 音效廣播小書, 鬼吹燈第二部詩, 《龍嶺民物》, 《林敬言政哀愚》。 《蟲蟲的秘密》, 到了十九世紀末, 才被美國的科學家破解。 其實, 講穿了, 這件事一點都不神秘, 它跟東蟲夏草一樣。 所謂的東蟲夏草, 就是真菌東蟲夏草寄生在蝙蝠, 鵝那些幼蟲身上的複合物, 就好像物與其名一樣。 它們冬天為蟲, 夏天為草。 而這種神秘的蟲蟲, 在常溫狀態下, 它就好像一塊玉石一樣。 但是, 只要在玉石附近, 點著火營, 溫度一線高。 這樣, 在這塊玉石表面, 就會產生一大團聚在一起的黑色的蟲。 這些蟲很小很小, 單獨一隻, 基本上, 用玉眼很難分辨。 但是, 大批大批聚在一起的時候, 就好像一股黑色的濾煙。 這些蟲, 平時, 聚合在那塊蟲蓉石上面, 處於一種僵死的狀態。 大批大批, 這些怪蟲的死屍疊在一起, 就形成了那塊黑色的玉石。 但是, 只要一旦感應到附近空氣溫度升高的變化, 這些怪蟲, 就會有一個很快速的蛻變過程。 外面的屍皮一脫開, 就聚集在一起, 一起飛起。 這些破簡而出的怪蟲, 會不斷地飛向那些溫度高的物體, 然後同一個不斷的死亡, 會分別出大量有複蝕性的液體, 吞噬附近所有高溫的物體, 包括火焰, 都可以被怪蟲的屍體的液體, 臨色。 在某種程度來說, 蟲蟲可以說, 是很厲害的靈墓守護者。 只要一旦引發出這些黑色怪蟲, 他們很快就會形成一張, 逐可以覆蓋整個墓室的蟲墓。 然後, 除非他們將那些溫度比高的所有的物體, 全部消滅乾淨, 腐蝕完之後, 他們才會重新陷入僵死狀態。 只要墓室裏面還有一樣東西的溫度比他們高, 他們就會不斷地向前湧過去, 不消滅這個物體是絕不罷休。 這個肥媽在當時還被揭開, 所以, 謝姑少和鳥陳長老, 他們雖然見識已經很廣博, 而且在地底之中, 也都見過不少怪事。 但是, 他們一下子又變得可能了解到其中的機關。 師傅, 這層怪物既可以避聖水, 又可以幻化人形。 我看, 他們絕對不簡單。 難道, 他們裡面, 真的有什麼斜令, 是他們整股做鬼? 這層怪物, 連我貫注了這麼降之力的佛珠, 都打他不開, 大黎真是非同小火。 張和尚, 你的上帝有沒有告訴你, 你的怪物應該怎麼應付? 哦, 全子全能的上帝, 是一定知道這個秘密的。 只不過, 可惜我只是帶了半盡聖水, 已經想完了。 我說這層怪物, 一定是撒旦這個魔鬼搞出來的。 我們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對付它, 不過, 它似乎對於溫度糕那些東西, 好像似乎比較感興趣的。 溫度糕? 啊, 師傅, 我明白了, 蠟燭, 是蠟燭啊。 難怪了, 好, 我們快點把剩下幾支蠟燭, 撒除它。 來, 撒出去。 嘻, 每次我, 我都來。 嘻, 嘻。 撒出了幾支蠟燭之後, 那些怪物, 似乎真的有了其他的目標, 馬上, 一轉了方向, 就向著那幾支蠟燭的地方, 指我過去了。 好, 師傅, 有機會了。 沒錯, 即是開動機關, 我們出品墓室那邊, 是另一邊離開。 鳥塵掌盧這個時候, 也順勢, 將原來創在寶箱裏面, 那塊龍形的甲骨, 拿在自己的衣服裏面。 因為, 他看見甲骨上面, 刻著有很多很奇形怪眾的文字, 其中, 有好幾個文字, 就好像是, 謝姑少曾經描述過的, 鳳凰寶珠的那個形狀。 雖然這粒不是鳳凰寶珠, 但是說不定, 它裏面又包含著鳳凰寶珠的線索, 所以鳥塵掌盧, 還順手, 將這塊龍形骨甲, 收入了自己的三袋裏面。 這個時候, 由於他們三個, 在入來古墓之前, 已經吃過摩金教的秘藥, 降溫妙心腸。 這種藥, 可以降低人體的溫度, 延緩呼吸的節奏。 所以, 那些黑色的松霧, 被蠟燭的溫度吸引之後, 暫時, 就不會發覺這三個生人的存在。 謝姑少, 和鳥塵掌盧, 以及托馬斯神父, 捏住墓壁, 輕手輕腳地, 走回去那套暗門的旁邊。 謝姑少, 一彈動機關。 糟! 做什麼呀? 那套機關牆, 轉了一半, 就轉不到了。 哎呀, 好似被什麼, 站住了。 什麼呀? 這樣呀, 那怎麼辦? 哦, 上帝, 上帝, 全子全能的上帝, 求你救下我們呀。 機關牆, 就是這樣, 在半能坑的地方就停住了。 這個時候, 原本, 在主墓室裏頭, 飛著的那團松霧, 是徹底分解了那支蠟燭之後, 現在直下就有了目標。 於是, 這團黑霧, 就好似一面, 三隻眼耳、 口鼻、 異觀的怪場, 慢慢地向他們壓緊過爛。 同時, 地身裏面的那團松霧, 亦都迅速地, 呼吸完了剩下幾支蠟燭。 跳轉頭, 亦都向著謝姑少他們幾個姐, 飛而來。 未日, 謝姑少他們三個人, 真是前路去路, 後有在兵, 可以將人故意成為白骨的兩團黑霧, 一前一後, 已經向他們一路壓入來了。 Oh, My God, My God, 我全此全能的上帝, 求你打擾我們, 打擾我們。 師父, 怎麼辦? 快點扔蠟燭。 哦, 好, 哎呀, 慢著, 用完了。 什麼? 怎麼辦? 怎麼辦? 眼睛著, 兩邊龍蠟燭的黑霧, 已經越迫越近。 少少沒點到一點, 大概, 自己又會變成, 好像長角屋頭, 果胖白骨一樣。 怎麼辦? 現在有, 再給你幾團敗墨一個目標, 叫他們一二開。 我和師父, 就要重量地撩走。 終於, 你的目標, 只能就是這個犯鬼佬神父。 你的時候, 這孤殺的眼中, 已經露出了空光。 現在, 唯一的辦法, 就是將這個美國神父唐馬斯踢出去。 然後, 就踩著這個楊和尚身上, 一跳, 要向玉門下面的地道。 那或者, 自己和師父, 就可以脫離這個危難。 那自己就要殺了一個無辜之人了。 不行! 不行! 尿塵掌道一見謝姑壽, 上眼之中, 紅光閃閃, 兩邊太陽穴的窗巾不斷跳動。 他知道謝姑壽已經動了殺機。 他馬上, 一手就將託馬斯神父拉在自己身後, 然後按住謝姑壽的手臂。 說, 不可以這樣做, 你難道不記得孔立一向圈介你嗎? 道斗有選陰德, 手下此需留情啊! 謝姑壽原本的心腸很高硬, 但是這段時間, 一路追隨了尿塵掌道, 聽到掌道, 日日和他講的佛法禅機, 對以前自己的所作所為, 亦都有所領悟。 這時候, 聽了尿塵掌道的勸告, 他的心即是軟, 再也沒辦法狠下心腸來殺人。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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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看來, 真是天亡我也, 我們, 我們真是要死在這兒了。 對於有了十幾次死過翻山的經歷來說, 死亡, 謝姑壽並不覺得很可怕, 但是, 這時候, 他們幾乎就已經是那些神族之中 唯一一個能夠有所作為的人。 他真是不甘心, 這個時候, 就這樣寫在這個墳墓裏面, 化成一團白骨。 但是這個時候, 它已經是面臨絕景了, 前後都有兩團, 可以將人變成白骨的怪墓。 這個時候, 就算你還有一支蠟燭, 可以扔出去, 引開一團的怪墓。 不過另一個方向那團怪墓, 亦都會飛逃過來。 這樣, 一定亦都會將你們幾個人霸成白骨。 這個時候, 可以說, 他們已經是神臨絕景, 很快, 他們的神區, 就要被這幾團怪墓探勢了。 怎麼辦? 怎麼辦呢? 在這個最危急的關頭, 謝姑少雖然已經有些慌亂, 但是, 他仍然沒有放棄求生的見望, 你去到處看看。 這時候, 黑墓離開地下, 大約有三尺左右, 由於這個墓室非常之高, 所以, 上面還有一大片的恐激。 但是, 如果你想在黑墓上面跳過去, 除非你就生了一對翼, 那怎樣才可以使自己生了一對翼呢? 怎樣才可以使自己生了一對翼呢? 有了, 有了, 在無實證中, 有一棵很高大的珊瑚普樹, 如果我用飛虎走, 抠過去, 抓住珊瑚樹的樹頂, 這樣, 我們就可以在黑墓上面當過去, 飛虎抓他們點很紮實, 不要說我們三個, 就算是再醉十個八個成年人, 也會醉不斷一條臉。 自己最擔心的, 反而是那棵珊瑚普樹, 可不可以醉得住三個人的重量。 如果只是自己一個, 憑自己的一生慶功, 不要說樹冠, 就算是一枝樹枝, 它都可以借住飛虎走的力度當它。 但是如果帶上妖神掌帽托馬斯, 那真是一點把握都沒有。 半路之上, 如果珊瑚樹一斷, 那便全運復活了。 噢, 你們看, 你們看, 那些怪母, 走來, 走來, 飛到我們面前了。 沒有時間再想了。 師父, 楊和尚, 握住我的腰。 寶珊, 我們一二三, 我們一起向前陰, 我帶你們趕過去。 阿里陀法, 菩薩保佑, 快來, 我們快要趕過去了。 沒錯,師父, 我幾乎還怕, 珊瑚樹頂不到我們三個人的草。 咦, 咦, 有什麼, 有什麼拔著我們? 好像, 好像要往地上跌下去那樣。 咦, 逗我地下? 尿塵長老, 倒下看一看? 不知道什麼時候, 長角落頭, 本來一直凹著的那團白骨, 居然伸手, 握住了尿塵長老的腳。 你走不掉的, 你走不掉的, 你走不掉的。 賣角, 上帝啊, 一定是魔鬼, 這隻白骨是魔鬼, 他現在開始發胃了。 不要亂說, 一定是剛才我們躲避怪魔的時候, 不小心, 困住了這隻白骨, 所以將它帶起來而已。 你, 你, 現在加了一團白骨, 我們飛不過去的了。 你, 你快點放開我, 不行, 師父, 要死就死, 我怎麼都不能捨起你。 不夠力的了, 不夠力的了。 糟了, 糟了, 山湖樹, 斷, 斷了。 原本山湖樹的樹冠, 要支撐他們三個人的重量, 就已經是問問的了。 現在再加上那副白骨, 山湖樹, 再也沒有辦法支撐。 軟作開來, 謝姑少他們沒有了倚磅, 馬上又跟腳下的那團白骨一齊, 跌落地下。 比較幸運的就是, 這個時候, 他們已經來了, 那團在主墓室, 黑色重墓的邊邊。 謝姑少剛剛跌落地下, 馬上又洗一招, 鯉魚打挺, 跳起身, 然後, 一手拿著鳥陳長老, 和托馬斯神父, 向後一比。 他的一隻手臂, 已經被那怪蟲監討了。 他不清楚, 在這些鬼墓裏面的怪蟲原理, 這種黑色怪蟲, 只要一接觸到。 軍道那個常溫的物體, 就會馬上死亡, 但是死亡之後, 他們的身體, 即刻就會變成一種腐蝕的液體。 從屍的腐蝕液體, 和被腐蝕的物體一融合, 馬上又會生出一些新的怪蟲, 這些怪蟲, 又會繼續地去腐蝕, 附近那些高溫肉體。 所以, 只要周圍, 還有溫度高過常溫的物體, 這些怪蟲的數量, 就永遠都不會減少。 謝蟲雖雖然明白這些道理, 但是, 被那些黑色蟲帽一見到, 馬上就指過那些一陣奇統徹骨, 等他一舉自己的手看下的時候,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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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隻手掌, 所有的血肉已經被人腐蝕乾淨細, 只是剩下一缺的白骨。 而且, 腐蝕的範圍, 還不斷地向他手臂延伸, 恐怕不用一陣, 整隻手臂也會變成一條白骨。 這個時候, 最好的辦法, 就馬上壯士斷腕, 斬著隻手去。 但是, 這樣也要有時間才行。 現在那兩團怪物, 已經會合在一起, 我向著牠們賣來。 大和尚, 總國的大和尚, 快點醒一下, 你快點醒一下。 什麼? 師傅, 師傅, 他怎樣? 我不知道, 他帶了下來, 就找到了, 一直都沒有醒到, 沒有醒到。 這個時候, 那兩團黑色的怪物, 已經向著牠們越逼越近。 而尚陳長老居然, 躺在地上, 若都不動, 都不知是生是死。 怎麼辦? 怎麼辦? 如果來的時候, 用師傅走, 肯定走不過那團怪物。 好嗎? 難道真是這麼貴一貴? 好, 你們有罪買來了, 那些怪物有罪買來了, 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辦法? 別吵, 再吵, 我就一搶, 送你去見上帝。 我不想吵, 我只是想想辦法, 快點走, 快點走啊。 搶, 啊, 沒錯, 搶, 搶啊! 謝姑少忽然間醒起, 自己腰間還插著那支德國國學槍, 他馬上一手把槍拿出來。 他這幾槍打在黑色的腐肉上面, 打到火光四濺, 怪物似乎一下子又有一隻伸出的方向。 這個時候, 謝姑少將那支已經打到滾了的薄殼槍, 向著那塊黑色的肉糰那邊, 坐你這樣一頂。 好爹, 好爹, 那些怪物, 以後醉了去另一個方向了。 還說那麼多, 幹什麼? 來, 我們一一一邊, 說你師父, 走啊! 他們迅速地沿著地道, 爬到回到墓室的外邊。 這個時候, 謝姑少的半隻手臂, 已經被腐蝕成為白骨, 而且, 那些腐蝕的液體, 還不斷地向著他肩膀的直涌過來。 不要再等了, 謝姑少引出劇痛, 一手拿去旋風診, 然後向著自己肩膀去, 再來這樣一切。 啊! 被鬼無咬石哥的半隻手臂撕了下來。 雖然, 之前他已經抓住血脈, 但是鮮血依然好像噴泉一樣, 在斷手那裡撕出來。 這個時候, 謝姑少也都是根皮力鐵了。 他根本沒有辦法再跟自己止血, 整個人就暈了過。 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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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血啊! tin sen 郭馬斯何時見過那麼多血流出來啊? 看見他自己都暈了。 過了一生, 再慢慢醒醒, 這個時候, 謝姑少眼就會顫鎮震下震下, 援援, 踢躬也使他在昏迷之中漸漸騷醒, 而鳥城長龍自從在墓室裏面跌下來之後, 就立即昏迷不醒。 三個人之中, 只有這一個第一次進入古墓的人, 仍是完整無缺的。 你兩個人的本事都帶過我, 但是他們居然都各自手上, 只有我沒事, 抵抵上帝才是整腦。 我不可以見死不救, 一定要救他們倆出去, 否則我就辜負上帝對我的信任。 托馬斯神父一手一個, 剛剛要將他們兩個人拖到古墓外面。 但是就在這時候, 當時, 剛才被借古燒切了下來的, 那半折被黑毛腐蝕緊的手臂, 這時候已經完全變成了一折白骨。 而那些腐蝕完這具血肉的黑毛, 被托馬斯他們三個人的呼吸溫度吸引, 於是慢慢又從白骨上面升起, 形成了一小團的怪墓。 最後的時候, 他們正在墓門前面, 不斷地聚集, 去形成一團奇奇怪怪的形狀。 然後似乎, 當他們形成了一個固定的形狀之後, 就會又向他們三個人逼近。 魔鬼, 你們真是魔鬼, 魔鬼的乞霧, 魔鬼的口水, 我不怕你們, 我有上帝的補頭, 我有上帝的聲水, 我要打斷你們, 沒有納粽呀, 沒有姓水呀, 怎麼辦呀, 怎麼辦呀, 他們, 給麥麗啦, 給麥麗啦, 噁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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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過了謝姑秀剛才的慘法, 托馬斯神父面對著這團黑毛, 真是嚇到臉都白了, 這時候他陸神無主, 白不敢向著那團黑毛噁口水, 噁口水, 又變得可能阻擋得住, 這團黑色的怪毛呢, 但看著, 這團黑色的怪毛, 已經向著他們三個人, 越逼越近, 這時候, 喵塵長老昏迷未醒, 謝姑秀, 這陣子才在爭執著, 努力地想睜大眼, 而剩下一個手腳完好的托馬斯神父, 他又怎麽都不肯扔下兩個人自己走過去, 眼看著, 你團不算很大的黑毛, 很快, 就要逼近那些三個人的面前, 天啊! 鬼催凳之, 龍嶺迷屈, 沿著天下霸唱, 改篇播講, 林敬, 音效製作, 郭建文, 豪正希, 本集故事就講到這裏, 欲知後事如何, 請繼續留意, 下一集。